您现在收看的是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我是宇凡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3月20号礼拜三 那么台湾股市近期 大家可以看到投信的银弹 疯狂的攻击 那么当然外资趁此时也是 你来买那我来卖 昨天看到那个土洋大对决 那么投信连续两天 创了台股的历史记录 那么接下来还会再创纪录吗 到目前为止呢 台湾股市的成交量能 这个是非常的大 大家也会关心到这个大盘 虽然指数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是呢个股实在是热闹滚滚的 我现在要跟大家讲 你所看到那些所谓的 已经公告的所谓的前十大成分股 然后大家就开始猜 那还有其他的呢 对不对 那大家都看到的同样的 我要去吃豆腐的 搭便车的 那通通都已经上去了 我在想 今天早上我们有盘中直播了 我都大概去抓了 我就说我就去抓那个说 有没有可能 他就在成分股里面 大家不知道的 所以麻烦各位去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盘中直播 我们大概就讲了几档股票 我觉得那两档都涨停板了 那么另外还要讲了两档 看未来会不会是 那主要是 大家都在思考 我们到底该怎么买股票 而且呢 有人会觉得说 我走太早了 就看到明明那个 好像他在成分股里面 好像就感觉他很高了 然后呢 他又创高 又震荡下来 结果又创高 又震荡下来 不对啊 那就是他是涨不停的股票 创高 被卖下来 比如说 投信在买 那外资在卖 他被卖下来 投信又买上去 外资又把他卖下来 投信又把他买上去 这是什么 筹码交换到最后是怎么样 先跟大家讲 这个礼拜 包括下个礼拜都是热闹滚滚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已知成分股 那甚至 939他已经公告他的成分股了 所以大家都搜寻说 这里面到底谁有机会 那么940呢 940大家都知道前十大 对吧 那么好了 大家在那边想说 那其他的股票呢 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值得注意的 所以市场 就会有很多的传闻 有可能什么什么什么 有可能怎样怎样怎样 那没关系啦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昨天如果你有看节目 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讲 昨天的两档股票 你有看节目 特别说明了一下 首先先来恭喜一下 这个神达 对对对神达 贺一下 3月20号9点24分 贺神达涨停 恭喜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再来看一下 这是我先把抠讯先讲一下 3月20号10点18分 贺汉宇博涨停 恭喜大家 因为我在录影的时间点 刚来不及做一张字卡 所以我刚又喝了一个金城科掌停 金城科刚刚有亮灯 那 金城科汉宇博 昨天你有看节目吗 如果假设昨天你是有看节目的 那么你一定有看到说我们在谈 昨天 昨天好像有讲到什么股票吗 有耶 昨天我跟大家谈了一个 就是那种觉得他很委屈的 然后呢 我觉得他应该要上来的 如果大家都长成这个样子 你应该也有机会吧 所以我们昨天就讲了 有关于PCB 对吧 PCB族群 里面有很多股票 像华通都涨到80几了 然后呢 这里面有很多股票 其实他获利相当不错啊 汉宇博啊 AI server 这个我过去有讲过 这个是昨天你所看到的 金城科啊 他获利很好耶 那好吧 如果我们当我们昨天去提 再去提点PCB里面受委屈的股票 那你就想看看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现在我们讲的是三月即将往季底走了 对吧 因为三月第一季嘛 你去看看这种集团的股票 然后去年获利又相当好的情况之下 总共的华星集团啊 这个华科事业群里面有三档 PCB PCB三件客 金城科 汉宇博 金星 对吧 当汉宇博攻上去掌停 金星 对吧 金城科来了 金城科攻上去点灯了以后呢 连金星都浮起来了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目前的这个状况 大概会是什么情况 好了 那今天的视况会是这样 我先跟大家说 非常热闹啊 那热闹的情况呢 大家就在思考说 该买什么才好 来请看汉宇博 早上哦 其实你说好不好买 其实很好买 你昨天买更好了 来这个直接攻上去 亮灯涨停就锁起来 那你先看一下这个过程 这个走势图 然后我们再去切那个 金城科 你有没有发现 金城科后段才跟上的 就看到汉宇博攻上去 涨停以后 后段跟上来 同时他也在放量 也就是说 大盘现在不怕没资金 只怕没股票 那我们到底该买什么股票 有没有那种委屈的 有没有那种获利良好的 然后股价低估的 然后呢 现在市场开始注意的 有可能进出什么成分股的 什么什么 现在大家要讨论这个 那为什么要讨论这个 因为前面你有很多股票错过 那前面真的有很多股票错过 我现在跟大家讲 所谓的错过的股票就是 你本来可以去买的 你会觉得说 这个会不会太高了 会不会太高了 太高太高 比如说地保 地保获利也非常良好 可是之前地保还没涨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说 哎呦 现在会不会太高了 现在到160几了 然后公布他的获利面以后 你会发现 奇怪 昨天没什么再涨 昨天涨到东洋 结果呢 对不对 前天 昨天地保拉了一根涨停 今天碰一下再往上冲 你看那个量有多大 难道他也是成分股之一吗 真有可能啊 你说为什么有可能 你看看哦 我讲一件事情给大家听 我们所看到的中小型股 这些获利良好的股票 在近期之内 大家开始在开始开始动了 你会觉得说 哎对啊 那动什么意思的 我等一下来说明给大家听 首先再回到这一点去看 你去看这个 神机 我为了讲神机的例子 你过去在看我们讲神机的时候 你还记得 你是在多少钱看神机 这一集的时候 我现在给大家看 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都不是 还要更往前吗 对还要更往前 还要更往前哦 我现在再把它缩小给大家看哦 所以神机那时候 很便宜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想到神机会有150了 没有150 也就是说 你极有可能有机会是赚一倍 但是需要时间去拉 对不对 因为中间有洗盘嘛 好了 那你说如果今天 我们要去放定存也罢 不管你怎么去放 你比资金放在那个地方跟放在股票身上 走了一段时间你回来一看 这边是翻倍那边才几%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想 为什么EGF夯成这个样子 他强调就是高配息 好吧 高息 所以现在从现在开始 这个礼拜有很多股票呢 就是开始要除息啦 这么早哦 对 这一群除息的股票 就是一些标杆 就看他们能不能快速填息 好吧 如果 从三月份开始除息的股票 开始出现很快就填息的 很快就填息的 那么未来这些除息的股票呢 他有很有机会走向填息之路 为什么 我们台湾股市真的不缺资金 好吧 那你说投信大买 这么源源不断的银弹在进攻 会买到什么时候 先跟大家报告 三月份会买到三月底 好吧 但是有没有一些投信会出 有的 但是新的这些募集的 这ETF的这个基金啊 他必须怎么样 他必须要在他挂牌之前 要先买九成 那平均我们去看940 不是一天都要买100多亿 对哦 真的你这样换算的话 平均啦 我用平均的换算啦 好了 那接着而来 那既然成分股大家都知道了 有没有可能 我现在你买了 我就开始到 有可能 我就压好了 我就放好在那个地方 等你来买啊 等你来买 那重点是 那不知道的呢 那好吧 我们大家要重新来检视一下 知道不知道 到底有什么重要吗 很重要 第一个 你不知道的股票 到最后你知道了 比如说939 939呢 让大家都知道以后呢 就会发现 939哦 这边有打错吗 这边打错了 这边939 来 前面的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有一些把它框起来 因为在这里面重叠性的性质太多了 比如说你看神机 神机这两边都重叠了 那基本上 有一些是前十大里面重叠的 我们现在目前看都涨上去了 好不好都涨上去了 所以你要在这里面去找空间 我们再思考一个关键点 就是投信的持股比例 是不是不断地在增高 增高就代表投信再进场再进场 好了 那我们思考的是 不是在前十大了 他现在没有公告 939公告了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939公告了 但是940没有 944没有 那么接着你要去买的这群股票呢 他就有很大的潜力 为什么大家都在找 那个里面到底有谁 好不好 到底有谁 好那各位 我们更冷静思考 今天我看到这个股市的现象 很有趣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昨天我就看到了 那我们在讲一些热门的股票 你在这边 大家在那边买进卖出 你看神机 我刚刚有形容过神机 昨天其实神机的量能 其实颇大的 然后神机昨天投信又进去买 买了3000多张 结果外资呢 他怎么卖呢 他卖了5000张 为什么 昨天神机创高 神机创高 140.5被他突破 变成142.5够高了吧 大家想到没所涨停 大概就差不多了 来看看今天的神机 高点在哪里 151.5 好 151.5 再创高 所以你今天外资还不在卖 所以今天是不是投信买的 那不然今天到底谁买的 理论上开高以后 人就是震荡 不过 用他的买气来讲的话 确实如此 如果他是一个 中小型 算中型的股票 60亿的股票 我们再思考一个关键点 他到底天花板 是掀开以后 还要继续往上跑 还是大概就在这里了 我先请大家留神 那意思就是说 当我投信拥有这样实股 除非我投信已经买不下去了 我的买盘力道已经衰竭了 而外资也卖的差不多了 那会形成一个什么效应 股价会变成量缩 各位 注意看哦 我先讲 股价变成量缩 平常三四万张量 三四万张量 三四万张 一万张 量缩价稳 这个时候就差不多 而且你创高 这个时候差不多 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量呢 大家都在什么 都在吃豆腐 走短线 好不好你看这个还有机会 有在创高 最近还很夯 都是神分股里面 所以一定还有人买 等到大家买不动的时候 它会进行量缩 各位你就会看到别的股票在放量 什么叫别的股票在放量 相对应的大家市场在找 我刚刚有形容过一件事情 当我们找到股票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种在初期放量的时候 而且在挑战前高的这些股票出来的时候 它一定有机会 像 举例 刚刚我讲的 比如汉宇波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 我说 很奇怪的现象 当我们一窝蜂去 去找热门的股票的时候 我们相对的 我们就忽略掉那些 好像 好像不会涨 但是呢 感觉它又慢慢电高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就思考一个关键 你慢慢电高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可能去进行突破创高 来给大家看一下 创高会很困难吗 第一 你看这个短线的初期放量 股价电高以后接触到高点 它要创高只是一下子的事情 就65块在这 今天64块9 锁起来 所以它会不会创高 我觉得创高已经不是问题了 而且重点来了 大家请看 我讲的重点 每当这种集团股票 它拉回到低点 反而都是买进的机会 每次回到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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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点 弹上去 低点弹上去 看到没有 它的低点的位置 大概就差不多 获利当支撑 当一档股票 它是有赚钱的 当它的股价被 KKKKK 打到原来支撑点 那个位置 大概就是买点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请问台湾股市 还没有这种股票 还有 那如果它又进去成分股里面 那该有多好 真的是很棒 未来就是有人要买 对吧 好了 那我们先发掘了一些股票 我也跟大家说了 其实呢 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明明投信 就在卖汉语博 对吧 没有错 前面卖了好几天 但是很奇怪的是 反而外资在买 那你就会想象一件事情 会不会外资又跟之前一样 他是来吃豆腐的 我先买好 等你后面要来买的时候 我再来给你 有可能 所以吗 就会变成这样 那请问金城科是不是也很像 金城科好像也很像 你在看 前两天外资在买金城科 买的还不少 投信再调节 对吧 但是先跟大家讲 投信持股比例 这两档股票持股比例都不高 我在讲啊 如果你现在所看到的 五六趴的持股比例 那就比较高 你有看到二十趴以上 比如说像汉唐啊 之类的 二十趴他如果还能够再涨 代表那个什么气势都还在 对吧 好了那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就来找一个关键点 关键点是说 最近有没有哪一些股票呢 这个有人进去卡位是 买了一些 然后后面还有可能买 所以我们来慢慢分析 早上我总共讲了四档股票 我们来看看他后面的结果是什么 刚才第一档 我们刚讲了 是汉语波 对吧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盘后节目我们也跟大家讲了汉语波 另外一档就是金城科 那么金城科到现在还没锁了 那么现在还在这个差不多 掌停板的位置的附近 好 那我们等一下看他会不会锁 还是说他今天只有亮灯 好了 这两档完毕之后 我们再回来看一档股票 光阳科 这个不是做把财的 来 请看光阳科 光阳科的近期他怎么走 碰 直接突破 前面一个上影线 这边一个壁雷针 直接被他攻过去了 放量直接攻了 来看前面的这个表现是怎么样 投信进来买了 将近快两千张 投信突然跑进来买 好不好 投信买来干嘛 来 上来了 投信买完上来了 注意哦 那 有没有可能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没有曝光的 好不好 没有曝光的这个所谓成分股 投信 突然在昨天买的 好 那这是光阳科 看一下看一下 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就好了 那今天我们总共讲了四档 盘中 盘中节目我们总共讲四档股票 我们再搜寻一下 还没有谁有机会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投信吗 来看一下 投信呢 昨天买了 两千多张的中壘 今天直接股价就做突破了 直接就突破过去了 前面的反压直接突破过去了 中壘26.8亿的股本 好 来 报告完毕 四档我这样抓一抓 因为还有一档 因为股价已经上去了 这是我们过去跟大家报告过的致意 好不好 致意来看一下 现在股价是在200以上 对吧 他整理完毕之后 就开始放量往上攻 近期呢 投信也有在做加码 他是22亿的中小型的股本 我们先讲一件事情 第一 如果你要去猜那些投信到底会不会去加码 或什么什么 我宁可要让你知道这档股票的未来的走势 他是有机会在创高 凭什么 过去我们形容的网通 还有一个最大的利基点是在于那种基础建设 未来的建设 不是说美国的基础建设 它有预算的 所以当有预算的时候 我们不担心说 你在这个产业里面本来你就有你的地位 所以呢当我去买的时候 如果你是成份股刚刚好 如果你不是也不怕 那重点就来了 所以往下走 各位你要有一个观念 现在大家都在封这些成份股 然后大概就是讨论说到底谁可能性 可能性 好了等到这个月底以后 你会趋于平淡 这时候选股的功力是更重要 更重要 那我先讲一件事情 我们讲的三月份的有机之谈 它正在成型 那刚好搭上这一波所谓的 ETF的募集 超夸张 就是史上最大的募集 你很难去想象 一档ETF这样子 就募了1700亿以上 前面那一档才500多亿 结果你下面再来拖一个1700 代表台湾人是有钱的 对吧 这第一件事市场是有资金的 看你要怎么样告诉大家 我们把它投入股市吧 对吧 那你如果今天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还站在这个地方 还在思考2万点 站得上站不上 然后在那边思考 我到底要不要买 你落后很多 我第一件事我形容 你落后很多的原因是 你不能看着指数在操作股票啊 你看看这个指数 我现在跟大家讲 你看今天的指数 你会觉得说 咦 不大涨137点 然后跌了22点 来回150点 这样我怎么做股要 这样你好做喔 这是一种震荡盘 震荡盘里面看股要就好了 不要去看指数 越看指数你越慌 好不好 看了也好感觉它不会涨 不重要 好吧 那我们回来安心的看指数 看指数一个重点 先讲 第一 你本身的获利面先摆在那边 再加上你的题材 跟未来的产业的景气 全部加在一起 再看你的供应链 这样你会得到一个结果 它够不够热门 好这是第一嘛 第二 我们刚刚形容过一件事情 不管它有没有在成分股里面 台湾股市的 大家追捧完毕之后 越热闹的里面越有人 但是别忘了 很多都是短线跑一跑就跑掉了 它没有积极要在里面放着 可是你走到季底的时候 你又碰到一个叫季底做账 对吧 那我问 现在的投信如果刚进去买持股 它要做什么账了 最近最近增加的 比如说投信持股是建立1%的 请问它要做什么账 它是放第一季做账吗 没有 我跟你讲 你看到上半年也就第二季 所以它现在开始买部分的持股下去了 所以整个的行情非常热闹 如果你像这样子看的话 我只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过去我们曾经讲过的很多很多的股票 它是产生的获利 它的股价被低估的 这群股票即将要形成落后补涨形态 就落后补涨形态 我今天讲 你今天如果你去看那个所谓的 你AI的这些概念来讲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刚刚在前面在喝的一个神达 大家来看神达今天的走势 你有看到今天早上开高以后呢 出现出现的是公道涨停一直打开 有没有一直打开 来他一直打开 你知道他创高了吗 创高了 你看昨天投信买多少 昨天投信买七千多张 你说神达我今天买的吗 对不起我已经买好了 我先跟大家讲神达我不是今天买的 所以我已经买好了 我已经放在那边等你了 各位如果你要吃豆腐 你大概是这种吃法 不管投信也罢 不管外资也罢 他们都在买神达 所以你看筹码结构你就知道 我这边搭便车 我搭上去以后 你买上去 直接就上来了 现在亮灯 我问大家 今天你看到神达的时候 他往上冲的时候 请问你有多少空间 有 做短线 对吧 但是我问你 扎扎实实转了一根掌停板 就在那边等 我就等你这根掌停来 要不要卖而已 所以我昨天有呼吁 我说请大家注意 所谓的投信的任养股 我们只是一个就是一个形容 那么就是他的火力攻击的股票 投信是要做绩效的 那么昨天我邀请大家来说 你来跟加上联络电话 对吧 昨天有人来跟 你说今天有没有掌停板 现在跟大家讲 请问大家 今天我刚刚讲了三档股票掌停板 是吧 好一个是神达 你刚刚看到 因为金城科的抠讯的那一张字卡 来不及做 我就再录节目了 金城科掌停板 然后呢 汉宇博现在掌停板 好不好 三档股票掌停板 随便你买 你都买的下手 请问为什么 你去看看 六十几块 对吧 掌停板六十几块 也就是说平盘五十九块 请问你买的下手吗 你一定买的下手 请问金城科 现在是不是锁起来了 对啊 锁起来了 请问他平盘 是不是六十九块二 对 他掌停板七十六块一 好 请问可不可以下手 好下手啊 请问神达 平盘 四十八块八 请问你买的轻松又愉快 我现在要心里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大家有这种恐惧感 什么叫恐惧感 我买几百块的我很怕 其实涨幅跌幅一样 其实跟这个意思都一样啊 你买几百块钱的股票你会怕 可是你买这种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的 你居然不怕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就是那种数字障碍 今天手上比较有钱的 我不担心这个股价比较高 因为我后面我的base够嘛 对吧 我可以买那个三百四百五百的 我都敢买 可是我手上只有一两百万的人 我可能就会担心 我说我买这五六十的 我比较不担心 我会怎么买呢 我不可能买一张嘛 我可能买五张 十张二十张嘛 你懂我的意思吗 其实意思就差不多 你把那样的金额把它放到高价股身上了 其实涨跌幅都一样 可是你会看中会比较舒服 为什么 你好跑好走 有量 敢下手 这就是趋势 当高价股不断的往上拉的时候 大家形容 那是给大户在做的嘛 对吧 但是我问一下 请问您 你现在看电视的 你现在你手上只有一百万 两百万 你说我还有一些股票 我现金还没那么多 好那没关系 只要股票资产算在里面 你有一两百万 请问做这种股票 你会觉得难做吗 我先问嘛 四五十块的股票 他piu一下10% 对不对 四五十块的 那刚讲了 好啦 五六十块的 piu10% 七八十块的好不好 piu10% 所以一百万10%是多少 十万啊 所以啊 好不好赚 好赚啊 我问啊 昨天邀请大家说 你赶快来 想跟 你就跟 大盘不好啦 你说大盘哪边好啊 你告诉我 涨了一百多点又回来 对吧 还中间还中间 还给你翻黑 一翻黑 大家吓一跳 该跑的又跑了 所以怎么又拉上来了 所以你去看 当今天的反向的时候 有些股票 他反向开始攻的时候 我就 怎么轮到你们了 今天又有七七人概念股 所以我讲的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趋势要对 这个方向趋势要对 所以你在下手的时候 如果有人协助你 或告诉你说 我觉得这个股票 你应该是要留着 或者在这个时间点 你可以去下手去买 这样的股票 你可能会比较有信心 不然你要怎么去猜 而且前面的十大成分股 你根本也不用 不用关心的 所有人都在关心啊 每个人都看到资讯 那叫什么资讯 那叫公开透明资讯 所以你知道他也知道 你邻居也知道 村长知道 里长知道 对吧 所以大家都知道 所以大家都知道 就是大家都热闹 就是大家都知道 那怎么去玩 好吧 那就看力道 就是说买卖的力道之间的抗衡 那我今天讲 如果不知道 大多数人不知道 少数人知道 这样才有机会啊 对 这样才有机会啊 所以这样看起来 整体而言 这个盘式 我们不期望 这个大盘要 指数要一直长 真的不要 我那跟你讲 一碰到 一碰到两万 大家都在思考 有两万 有压力 那就不要来两万啊 你就不要到两万 拜托你千万不要到两万 让大家不会觉得有压力 尽情在这里面 操作股票就好了 所以你看 我刚刚不是形容 神达来了 二线的来了 你反而去看 等一下 你说 伪创怎么在拉回 然后另外呢 广达不是要投资什么吗 怎么反而这些股票在拉回呢 好 神达上来了 我再问大家一下 难道神达上来 人保有没有机会呢 你看哦 大家都慢慢发现端倪了 奇怪 那人保因为整理了一段时间 它有没有机会反而在这个时间点上呢 这些所谓比较中低价位的股票 然后 然后 你就会慢慢看到 量跑出来 就跑到另外一个方向去 你也不要追 我再要跟大家讲 其实重点是 接下来的行情 因为我们现在走到的 今天是20号嘛 理论上明天开始走下旬嘛 那么走下旬的过程里面的 有些股票会转换 供的太高的股票 它必然有获利调节押 我再特别提醒大家 你也不要管说投信啊 怎么样买买买 我跟你讲 他该买的他已经都进场了 接着要看其他的这些 这个基金的部分 有没有办法去再怎么捧上去 那么把握一个原则 把握一个原则 当股票出大量 之后变量缩推 比较没有在动的时候 也就代表 大家有在慢慢散去的感觉的时候 你就不要碰 好不好 你千万不要 那你因为还热的时候 你还可以看热度 成交量还够 量价在跑还够热 等他量一缩下来 那你就先撤 好不好 你就先撤 这是一个重点 先提醒大家 第二 你说投信接下来往下走 有没有那种作涨股票 你说季底要作涨 那有一些根本就不在 我们的成分股里面 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ETF 不是这种股票 有 那我跟大家讲有 因为投信这么多 要做绩效 季底它是有作涨 那问一下 请问集团季底 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作涨的行情 有 连集团都有啊 所以集团有 所以你要把握这段时间 真的要把握 所以我们过去谈了这么多 我今天只有跟你讲 昨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错过掉也没关系 现在你所看到 昨天我们在讲的股票 它是涨停板的 你再看一次 你只要昨天有看盘后 你就一定看得到 我在讲汉宇博 对吧 我在讲什么 金城科 我在讲那是委屈的 对吧 好了今天这两档股票涨停 我现在再跟你讲 我觉得有好几档股票都很委屈 我现在剩下一分多钟 请你跟着我 好不好 明天跟着我做 很简单 很简单 昨天你要是觉得你异性阑珊 你觉得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参考 参考一下 请参考一下 麻烦各位 你所看到的涨停板千真万确 而且我都有带着操作 这样明天想跟我去做投信任养股的股票 麻烦等一下 我再说一次 你有可能还没加入我们的赖好友 好不好 那如果加入了 你有可能 看会带你做到哪一档 来神达涨停 汉宇博涨停 对不对 那金城科因为字卡没做 金城科也涨停 金城科是登峰组的 好了 来了 前十大成分股那不重要 那跟大家讲来 这个QR Code很重要 还没加入好友的朋友 麻烦加入好友 然后呢 请留下跟 打一个跟的队长一起操作 跟的队长做 跟加上联络电话 投信任养股 要带你去做 我跟大家讲 基本上你看过 以前我们讲神机也罢 看过讲过很多的股票 但近期我提示你 尤其是昨天提示你的 你真的未必敢做 除非你今天早上有看盘中直播 我说了汉宇博上去以后 可能后面跟着就是金城科 你看讲的对不对 金城科后面就涨停了 除非你今天有看盘中直播 好 没有看那没关系 麻烦LINE里面留下跟 加上联络电话 明天21号礼拜四 队长带你去操作强势的标股 感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 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